12月14号晚间,新疆召开吐鲁藩市第二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吐鲁藩市卫健委党委书记副主任民国傅称 本次吐鲁藩市高昌区新冠病毒与乌鲁木齐市和喀什地区疫情病毒不同源 排除近期新疆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 也与中国目前流行新冠病毒无关 吐鲁藩市高昌区12日报告无症状感染者后 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病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 排除近期新疆本地新冠病毒的持续传播 也与国内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无关 据了解12月12日报告首例无症状感染者后 为迅速切断传播途径 确保各族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吐鲁藩市立即启动高昌区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工作 吐鲁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抽调各区县3000多人 组成416支核酸采样队开展采样工作 截至14号9时 高昌区已完成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工作 除12号报告的4例无症状感染者外 其余均为阴性 吐鲁藩市政府副秘书长宋良旺通报中称 吐鲁藩现有353名集中隔离人员 均按照单人单间单位标准隔离 每个房间配备日常生活用品 电视机无线网络等 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按照每人每天不低于150元人民币的标准提供餐食 确保蔬菜水果牛奶鸡蛋肉类的每日供应有效提高隔离人员的免疫力 民国府还介绍此次疫情能够及时发现是吐鲁藩市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核酸检测常态化等八项监测预警机制的结果 这再次表明必须时刻紧绷疫情防控制根弦 强化重要关口关键部位和重点人群精准防控 尤其是对重点人群开展常态化定期核酸检测 对第一事件发现传染源捕获风险 控制疫情扩散蔓延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